每天做這些是很想有個貨架放在家裏 或者放在車前 算是想做到便宜一點 大家都有得玩 同意玩得多一點 我們的引擎 裡面有內籠的 OK 然後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沒錯 現在已經是這樣 你已經看得出了 這刻很多人在說你給我一條連結 我們真的要跳一跳 因為我們要跳一跳這一邊 因為這一邊是你們新的系列 我兩三年認識你的時候 整個都在軍事 你現在是否跑來踩高界 一點點 這個讓我講一講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話說最初就做這些 但其實我小時候跟我很小 其實香港每個人都在玩TOMICA的車子 我們小時候就住在人夫車行旁邊 每天上學之前就經過零件部 零件部當時很吸引人 有一架拖 然後裡面的玻璃櫃 就放了很多模型車 於是那時候我哥就買了一些模型車 我就去玩他們那些 一架坐在很大架Benz的車 給小朋友 有那些 順便弄爛他們的車 這也是你同名的回憶 於是現在就想做貨櫃車 但今天我們展覽其實我們沒有拍到 其實你中了一條紅帥的入口 對 哇 多震撼 沒錯 那說說這個系列的新系列 對 估計整個系列 什麼時候會見到街 對 應該其實這個系列 現在貨櫃就試了沒有了 就是產品來的 這是第一次試 然後車架又試了沒有 那些車架就昨天試了 那個橡皮胎 這堆應該三月尾便可以 但問題是我們要等起頭 因為重點就是 最大的 沒錯 那個頭應該四月尾便會 即是開始事務 那搞了所有生產的東西 我相信盡量 我們想在五月尾之前 看到一些官方 這個層次都是1比64 沒錯 有沒有記得去年我們去玩具展 都有訪問過當時 對 但去年所有東西都是3D彈 對 以他們的個性和兼執 一定要搞那麼久 因為他都沒有再說 因為搞這件事的時候 Sunny跟我一開始就說 不如現在反正我們都擁有這樣的技術 當然要再進步 所以說了很多東西 Sunny跟我一開始就說 不如我們試試做這個拖駕 因為在公司每天都看到 每天上班都看到 每個人都做製造驗子 因為我們在我們辦公室 每天都看到一輛協助車 於是我們又打電話去新日光 沒錯 其實我們是跟著新日光的架 直到它停下來為止 我們就跑上去問它 結果在斬轉之間 最後就拿到新日光 對 介紹了就去新日光 原來新日光的賣架的人跟我們說 他很開心 為甚麼 他說其實我賣架賣了二十多年 你知不知我多渴望 做一些架子送給客人 他說你知不知我幾多個客人 是每天做這些 是很想有個貨架放在家看 或者放在車前 對 其實最主要是放在車前 駕駛那架和看那架 他很熱心 帶我們去貨櫃場周圍看 周圍介紹人 周圍又跟我們說 他說你應該這樣做這樣做 很多船公司都是 有隻貨幣船 還有很多貨櫃 因為小弟都是做過 一死非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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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貨櫃 是很多人會賣的 這個貨架 其實我跟Sunny都覺得 表面看起來 你覺得沒甚麼特別 但其實它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在哪裏呢 話說我們初初做設計時 畫好整個 我們當時模具設計部那邊就說 他畫一個人就畫了公子鐵 因為真的是公子鐵的 貨架 然後做模具那個就跟我說 他說你這樣做很麻煩 因為你又要行位 他說你不如前頭沒有算數 你做Smooth就算數 這裏是平的 後來我們又回到香港找 我們找Eddie哥 Eddie哥就是新日降香港的代理 沒錯 他就跟我們說了一句 他就直接跟我說 蛤 他說武功鐵不是貨架 他說你不是模型 他說你不是做模型嗎 他就說你不是做模型 沒錯 他就不斷吞我們 其實我們都很不服輸 待會可以在講一講這句牽佬 為何我們有時拖這麼久 結果我們就說好 就做公子鐵 來吧做 Good 就試試了 試了很多次 發覺套帽都是有問題 因為他入水很難入 因為那裏很薄 因為你有行位 健康 就精精 在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就被我們遇到 剛才我們所說的添財記 添財記裡面的高手 添財記八哥就跟我們說 我跟他聊起 他跟我說我以前是做大卡車的 那我就把所有圖放進去 一邊吃粥 然後我們現在試到公子鐵 我們很多人來看過的反應都覺得正 因為他說既然你是這樣 就一定要是公子鐵 對 還有我們做的另一個地方就是我們用一些材料 我們就是譬如很脆弱的那些就用PC 正正上的那些就用ABS 譬如Tai那些,PVC,PVC,PVC 那變成我們用不同的物料出來 就該要有銀的地方就用銀 因為他現實上這個真的是防撞架 防撞要有一點彈性 至於這個櫃呢 壓身而之後你可以說說門那裏 其實我很喜歡這些貨櫃 其實我們有買的 我有買的自己玩家 我在淘寶那裏也買了一間 但問題是 其實如果你是整個全金屬 那如果你門是金屬 這裡也是金屬,全部都是金屬的話 其實它有壽命 鶴位有壽命 你可能開100次 200次 那它可能就已經會咬柴或懶 但我們為什麼這個位要做PC 我們逐漸逐漸解釋 那些材料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裏做PC的原因很簡單 第一,這裡你可以咬的 可以咬到這樣 第二,還有呢 這個有位 我們的Protential的買家 不是,他會賣的 他是買家的 那他都問 其實你這條東西會不會很容易斷 你看到這裡,這個位置會不會很容易斷 其實大家做了示範 有幾個薑 你能看到完全沒事 有條影片之後可以再上來更新 但之後可以拿個貨物 整一下 因為它本身是一種很強的 PC是一種很強的膠熱壓力 沒錯,它是很有盈力的 這個,就是說真的 就是有廠的好和不好 不好的地方就是很頭痛 但是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控制到它們用的材料是好一點 例如你看著它 一定要放那包新的材料 重複看著它 不然代工有個麻煩就是它跟你說 喂 我們可以上大空的 是呀 轉頭就說 咦 我們不是坐車嗎 對吧 人多一點 我們就可以嚴格地去選我們要的材料是什麼 例如用臺灣奇美料 那就是奇美料 然後我解釋這個櫃 為什麼要用塑膠 因為其實用臺卡的原因是 第一你要拿上有金屬的感覺 有個凍凍的感覺 第二就是你要它重 其實我們為什麼底部都要做金屬呢 就是為了重 但是為什麼這裡要做這樣呢 因為我們要做透明版 因為我們要做透明版 才能夠展示 為什麼要做透明版呢 因為你沒有理由給五個水 例如買一架 他買了Ferrari F40給我 F40炒價 當時 我都很漂亮 都不捨得拿出來 經常收起來 我們那天就在想 如果我做了一個櫃出來 我拿它進去 但我又看不到 你看不到 然後我放回那個盒子 對 不好意思 你說要關掉 其實你防塵 這個好玩 防塵 防塵 你放進去 你關掉櫃門 但我以後見不到 那它是不好意思的 那你就要做透明版 那你做透明版 那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做塑膠 但是因為很多信眾要求 大家都說 其實你為什麼不做全Dicast 為什麼不做 所以我們之後呢 我們之後都會做的 但是這一款 有另一個版本 我們會做Dicast 但是 你又不要說因為Dicast 然後就說放棄這一款 因為這一款 它的性價比很高 因為它賣街的價錢 都還未講的 可以 你賣別人的廣告還不講 這件到時候 它會是59元 啊啊啊啊啊 我們 港幣 你想一想一架 一架整架這樣要多少錢 如果這樣 一架 姓阿芬不如你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平時在樓下 看到和記物流 和記物流 很棒 其實這架東西 可以說 其實我們抄和記物流 和記物流那個人 他經常以為我在那裡拍照 他看到我在那裡拍 他終於有一次問 其實你拍來做嗎 他以為我是不是想投訴他 還是怎樣 其實我說 其實我拍的 因為那條街不發得車 他只是想投訴我 我說我不是投訴你 我想拿一個數據 然後終於我最後就問他 其實呢 你的車是不動的 我可不可以踩上來拍的 他最後決定我踩上來拍 我不是踩上來拍的 其實認識之後 很多大哥發覺是很friendly的 是啊 你只要跟他說 喂 我們做好之後 之後會 立即給你 立即上來 立即上來 我還沒踩上去 說一句 還有 TOMETA沒有這麼精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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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踩上去100元 你待會聽他說一下車 很快地說一說貴 之後也有透明版 也有一個普通版 我們這裡是有些鎖的 這個就很感謝我們有位朋友的廠商 這個TOMETWORKS 他就給了 因為我們最初 我們是打算做這個凸出來 有些櫃子凹進去 因為正常 是的 正常是這樣的 但我們後來 我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會在 我們後來我們會給了一顆釘 別人砌進去 砌進去 砌進去 但是 當時TOMETWORKS 他們就給了一個好的意見 就是不如你做下面凸出來 那我就跟你們一樣 沒有所謂 大家玩而已 他們都很喜歡玩 變成我們每一個 我們可以這樣 扣住 他又不是扣住 他扣住 但到時噴油之後 他就扣得緊 哇 新界貨櫃場 變成可以組裝貨櫃場 你可以做個禮景 其實他扣住 最大的好處是 我現在這樣鎖 你有少少這樣 不會這樣 他會打上去 真的一樣 對 還有變成 我賣59元 我到時會有些10個裝 成分 可能是說 為了50元一個 我們真的想別人砌出貨櫃碼頭 我覺得真的砌出 你跟Tiny一起玩 其實我真的想說一句 不要生氣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對 沒錯 我知道這個Meme 現在已經是這樣 人體這樣出 現在很多人在說 你給我一條美金 你拿我 說真的 這些不是美金 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沒有5毛去買煤 反正 反應很容易 還有有些人問 我也是想問 有沒有凍櫃 凍櫃 凍櫃 我們會做凍櫃 凍櫃 我們就要講40呎長櫃 就是high-kill 因為其實凍櫃一般來說 都是high-kill 還有我們拿了英國 一間專門做RAC公司的license 那個人很好笑 因為我就是膽粗粗 看到他有個網 就問他 問他就說 你做啊 我叫你做啊 你快點做 為什麼要透明櫃 因為你一個40呎櫃 裡面 其實你放四架車進去 你放完頭那兩架車 你看不到後面那兩架 所以透明版你不會又看到前面那架 又看到後面那架 這個就是關於RAC的 還有 為什麼要做ABS 第一 剛才我講完的那一堆好處 最後就是因為他的價錢比較便宜 大家就可以砌 就不是比較 因為我不想做到 以前他有一句成語 叫做買 是不是獨還是熟 可以糾正一下環珠 他意思就是說 鄭國裡面就有個人 他買一顆夜明珠 他買一顆夜明珠的時候 就為了BOOST那個Sales 是古代有Marketing 做到那個盒 就很漂亮的 但是那些人 就因為那個盒太漂亮的關係 就給他一顆夜明珠 他要這個盒 其實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你的貨櫃 你說這麼貴的 我裡面其實放的那架車 是一架可能是 很容易 就是Kelso的GT-R 我的貴百多元 但我的Kelso的七十格 八元 其實就有點 勸奔奪主 沒錯 而且我們真的很想人家 可以砌到貨櫃碼頭 所以就是用一個這樣的 你要知道貨櫃碼頭 例如你砌了五行 五行 每個三個之後 如果你不扣實它 你一一一一 全部都是林鄭 打蛋 你不要加上那條交叉房 那條帶 沒錯 嘩 你越玩越大 你知道 所以變了是 我們盡量想做到便宜些 大家都有得玩 同樣玩得多些 要玩得很大 對 因為砌場景 每個人都喜歡 我們擺個紅髓出來 很受好評 大家喜歡砌場景 因為我去到姐妹第三天 我去隔壁對面做恐龍 我拿了一隻恐龍 然後放在我們紅髓的場景 因為場景很好玩 所以我喜歡砌什麼都可以 無限想像 所以就想這樣做 好 講完櫃了 進一步 其實不如你講一下車 講一下車 可能要開閘房的車 講一下車 其實車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搞了那麼久 我盡快講 因為我們這輛車 我們浪費了很多時間 去嘗試越來越改 為什麼呢 其實如果有留意我們的項目 的話 我們的項目下面 是很多網民說話 他們網民說話的時候 他們很喜歡問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投足專家 有沒有什麼 其實我通常我一看完 我寫完這些東西之後 我就會聯絡我們的工程 就說 喂 有事你做 可不可以加 這樣 變成很多東西 其實去到後面的 可能是排舞功 又跳回來 又去回去 又要加東西 通常他們會跟我大哥 說 你叫他不要那麼煩 不要加 不要加那麼多東西 但我就說不行 我一定要加 我沒有了 我躺在地上 那變成是 我們第一 我們的引擎 裡面有內籠 神經病 神經病 然後 我們的貴身 是有logo的 我們拿了ONE的 license 現在另外還在談兩間的 這樣 這個引擎 可以拿出來 然後 你們 沒錯 我們可以 是有個引擎架 插著它 我們還會有個 做Display 沒錯 還有我們會有個 汽車維修技工 市場上面沒有的 是一個汽車維修技工 可以拿著市場 亦都可以 是 是 我真的沒有試過做直播 所有的匯匯 在哪裡買 多少錢 快點 然後 前面這些部分 其實如果這裡 我慢慢拿出來 不是 你會發覺 夠了 可以拿出來 換電導件 可以換電導 可以換電導 我們會出一個accessory 大家放心一定很便宜 我們會看到 後鏡換電導 這裡換電導 沒錯 而且這塊面珠燈 其實如果 你追蹤我Facebook 的話 你們可以看到 我們有個Prototut 已經被人看了 它面珠燈 這個位置 都可以換電導 可以換電導 還有下個燈 當然是透明 Standard 因為TLV 都是透明的 我們都一定做透明 還有我們的架 我們的架 它都是 這裡都有透明件 這樣純粹 先說 然後呢 還有我們會有這個 頭軸箱 連底盤頭軸箱都跟你玩 大佬 其實這樣 頭軸箱之外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推 但是頭軸箱 是推不到的 我們加了一個特別的功能 這個功能就是怎樣 它有一個架 有一個鎖 只要那個架 你一推到上面 鎖住了 就可以鎖住 前推 然後你放一個鎖 左右可以擺 這個前無古人 好像是嗎 我肯定 應該沒有 沒有廠的試鎖 沒有 你們完全是瘋 明顯是 你知道這些叫什麼 跟什麼價錢 日本仔的貨 你明白嗎 你看觀眾的反應 全部就是給這些 看 救命 因為我本身 我本身存了很多 TOMITEC的東西 還有我們的架 跟TOMITEC 是compatible的 嘩 你這些價錢 還會買什麼 什麼 還用什麼compatible 因為我們 新日光 就是香港架 其實日本 最大做架的 TREX公司 找了我們 幫他做OEM禮品 其實這個就是日本架 八個月前 去了日本 去那間廠商 天啊 然後你發覺 他的架真的很好 就是別人的標準 他想做事 朋友 每一樣東西 用LOOK CAP 香港 他們的連結 我聽Eddie哥說 他就我們這裏 這個連結 這個位 就是 他說不知哪裏 但日本那裏 是德國產 日本自己都不用日本 要用德國的 日本整個不同的架 他好像一個鵝頸頭 這裏上了 我們現在做完香港這堆 之後就開始做日本這裏 就給日本市場 但香港可以買 哇 我又想 又差多一點 大家其實留意 本身的FILIPPINE 灰帽子 他的連結是做得很漂亮 這個3D其實是不漂亮的 都算是 真的可怕 他應該還會再打磨 再改善 因為 但是 真的 好多謝你們兩兄弟 這麼好 帶那麼多東西上來 還有 還有一家都未講 可能真的不講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觀眾已經告訴你 你們已經做到他們要的事 希望你開心 有人說想要一個司機仔 你可以想想 一定有司機仔 一定有司機 很奇怪 因為很奇怪 這個Sunny跟我講過 其實這個反而是FOV style FOV每一個產品都有 有人仔 是 BANDAI 你那些Roboman 有駕駛艙務司機 怎樣 Yeah I love you Walker 但到這裏 我真的要衷心多謝幾位 包括Era Card 還有你兩位 Wincent Sunley 我看到你的誠意 我又要爆一爆 其實我都出過貨櫃 但我都真的寫個伏字給你們 真的認真的 今集有兩家不同的公司 亦都有一個很同樣的特質 就是感覺到四位都是對於自己品牌的執著 以及怎樣求真 怎樣作為一個玩家的身份 去代入大家要些什麼 其實很簡單 BANDAI學一下 我給四個字 年青有為 我認真說 我都是24歲 真的很好 我衷心希望你成功 我們這本玩家迷期待已久的人 這些廠家終於回來了 Facebook的項目是怎樣搜尋 Kiddle & Kiddle 這個是新系列 另外的開車就是Forses of Vela Forses of Vela 但你去Facebook就按F-O-V Hobbies H-O-B-B-I-E-S 沒錯 很快拆開 因為Kiddle就是K-I-D-U-L-T N就是一個N字 然後Kiddle 因為其實我們想用一個小朋友負擔到的價錢 Kiddle 嘩 最喜歡聽到的 Kiddle Kiddle 都喜歡的東西 就是這樣 我們會留下所有資料 我相信當你看到這些產品 就是你們不會認錯的 因為我覺得市面上不會有這些產品 真的好厲害 不會做入面的 對 好 但是時間真的很慢 還有呢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很精彩的節目 終於去到爆玩具是什麼 你叫了很久的 就是1比4 Ironman Ironman 1次才來 1次 1次可能要停一停 這部電話已經沒有電了 OK 謝謝 謝謝 Winson 4位 沒錯 感謝Alex 感謝Ryan 拍攝到了 他們還在等 因為他們在廠間之間要再聊天 因為大家有很多交流 好 稍後見 好 稍後見